發生點不是在招行裏面發生的 其實它是在一路報導 其實詳情方面來說要等到中央方面確認 但是報導上面所指 它是在939的時候的年代方面發生的 那就是跟招行無關 第一 此其一是這件事 第二件事方面來說 就本身招行在過去方面來說 內銀裏邊那個盈利表現 對股東方面ROE方面來說 都是比較好的 其實那樣就是 那你其實那樣都貫絕了所有內銀 老實說就算 如果你說港銀是有些什麼的貪腐問題 那如果他可以做到成績表這麼漂亮的話 我想作為老闆的話 有時候可能都得過扯過 當看不到其實 但是當然最好的當然是沒有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有一個夥計 那港銀可以睡覺 都可以幫你做所有事情的 其實港銀可能你都不會介意他睡覺 一樣的意思 但是反過來 其實那樣如果他真的在939年代發生的 那現在其實那樣真的逮捕了他 那對於招行來說 也都未必是一件壞事 因為簡單來說就是什麼呢 港銀是本身 就是可以叫做解決了一個問題 我會這樣形容 因為其實說本身 不知道他會不會在招行 都會從私顧忌的 其實那倒一倒一回 如果招行方面 真是叫做可以很清廉的 其實那樣的 那港銀去做生意 很乾淨的做生意 那當然老實說 其實對他那個未來走勢方面 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 其實那樣就沒有什麼所謂 我自己不是說對於這件事 太過大擔心 那樣 還有那間招行呢 之前其實已經跌了下來的了 其實你見到很多時候 招行方面 我今年近期都在60元至到50元之間 上上落落的很多時候 其實那我自己個人認為 去到今時今日這個位置 那樣 那今天最低是52.3 那今天最終就收回 暫時來說 就是收回在這個52.9 其實那樣 那你其實那樣 從50元那些低位都不是差很遠 因為52周低位就是50元7號半 那樣 其實那樣差兩元鬆一點點 那其實那樣就本身 就是我覺得OK 其實那樣就不是什麼大issue 就是你說拿兩元去搏 那你其實那樣都不是說什麼壞事 我覺得那個止節位 可以設置到 在48元這些位置 就是簡單 我穿了底之後的事 我覺得其實那樣都已經足夠了 所以其實那樣我又不是覺得 那些什麼很大的問題 也都不是覺得很大的擔心 那反而反過來 如果真的再下多一點的話 其實當然 講的就未必好像今天 跌那麼多11%的黎薪 可能就算它甚至跌 可能都是一兩元左右 正路的話 那變了來說 這些都是親底級的機會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 就是招行方面 始終過去這麼多年 它都真的做得這麼好 還有很多貨源歸邊的 招行有一個特質 就是因為很多基金 如果大家拿回一些基金 那些的認購書出來看回 十大持股 如果你說中國基金 都有招行的其實 所以譬如說 那些貨都在那些大基金走的 本來其實買它 其實它不會錯得太多 其實本身所以變了來說 我自己個人覺得 就買的話 我覺得聰明的 其實講的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其實講的就下 就算短期波動 老實說 整間公司 作為一間銀行 其實我以前做銀行的 我老闆當年 就跟我說 很以重心腸 跟我說 公司沒有了誰不行 不會沒有了誰不行 當然當年 我也都是覺得自己 就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就說 但是回到老闆 就跟我說這句話 就算老闆 可能沒有了 其實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始終這間是 國有銀行 不是什麼很大的 一個管理層 不是這個 沒有了它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好啊 OK 其實我見有幾位觀眾都說 今天進入了368 Hiris都說 其實都覺得是做得好 可以趁低去吸納一下 還有有些觀眾就說 未買什麼價位 剛才Hiris都說 可能跌多一兩元 都可以再去博一下 但是有些觀眾就想問一下 如果相比下來 譬如好像939 3988 甚至農行 即是這些國有銀行 其他那些都有觀眾是想後 甚至他們就說 本身拿著照行 想換馬去郵柱行 你有建不建議呢 還是繼續在招行上 你覺得都已經很好了 如果這一刻才去換 我覺得好像 不是很划算 因為1658方面來說 它不是不好 但是1658方面來說 好一些還是招行好一些呢 近來的確確 1658似乎 那個勢就好像強一些 那我不排除 你知道內地的東西 春光鴨 其實那些一定有的 其實是不排除 已經之前有人知道 可能是大老闆被人查 所以變成了 資金方面來說 稍微比較傾向於 放進郵柱行那邊 我覺得不奇怪 但是郵柱行還未破頂 相比之下 招行方面來說 那個估值那樣東西 其實也吸引 因為如果你以招行計算 其實在說 本身那個 你以那個市場率這樣為例 其實現在1.29倍 其實如果跟它過去方面比較 其實招行是可以去到1.7 1.8倍 其實現在1.3倍都不夠 其實那樣就折讓了50%左右 其實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也有一個 智樣空間在這裏 那反過來 如果油柱行方面來說 那個P-book 其實通常來說 大概在說頂 就去到0.6 即0.65 左右這些水平 現在它是0.62 預測視障率 其實那個人本身來說 如果你說水位計 就在招行方面來說 就多於這個油柱行 所以變成來說 我覺得如果拿了招行的話 現在都跌了下來 你現在才走 不如繼續拿著 其實在一個便宜的階段來說 我寧願忍一忍他 我覺得就會比較 就是未來方面 如果只要我不是 一年之內的話 我不是說現在這一刻 要需要用錢 可能等到半年 或者三個月 其實可能它都可能穩定了 根本上來實下 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 就沒有那麼需要擔心 根本上來實下 如果它過去那麼多年 都真的做得那麼好 還有我真的在見證著它 其實很多年前 我已經是有客人 它本身來說 內地下人 有戶口在它那裡 我拿著那張證明 我已經是覺得很 我覺得很彈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那張證明 都不是證明 嚴格來說 是分類廣告 那麼穩定的一個銀行 其實在香港都沒有 香港最多放了兩張紙 其實有一個廣告賣 放了兩張紙 就直接說 跟以前報紙 那些分類廣告 有一個格格沒有什麼很大分別 就是說林朗滿目 你找到很多資訊 哪些便宜哪些好 那樣 有貸款有投資 甚至乎阿德德德 可能是購物的 它都有 跟哪間公司 可能是合作的 它都有 它的認證程度 的確比香港人 還要認證 還有它星期六天都開賣 站在門口去推銷 所以我覺得買招行 其實不會錯到哪裏 還有這麼多大基金方面 都做過研究 大家都做了 還有加上貨源貴邊 當然 其實油柱行都有這個現象 但是相比之下 大家首選始終都是招行 好 OK 入了的觀眾 不用擔心 好